就回來發現 也太快了吧 然後呢反正我就會幫他倒一陣子這樣 結果呢過幾天呢 因為我可能就出去工作什麼的 然後呢他怎麼樣喔 他還會特地打電話給我說 欸你要回家倒垃圾囉 他不到一死都不到 結果有幾次他的那個爸爸媽就生氣 就說欸為什麼有幾天都沒倒垃圾 他就在他們家的面前說 是小優沒倒 小優這樣真的他忘記了 倒垃圾變我的責任了 等一下 你住他們家每個月付多少錢 沒有付我們就沒有了 那你每天付多少錢 吃個東西的錢 連丟個垃圾你都不行嗎 男生會真的希望說 在你在他的父母面前 看到我的女朋友是很賢慧的 他是在意那個頂 而且倒個垃圾有這麼難嗎 沒有我後來可能要去錄影 因為他化妝要化很久 最主要倒垃圾要化妝 對要化妝啦 對 很累 但我覺得這個我也有一個相同的例子 就是如果跟父母住的時候 跟兩個人住 其實是不太 不一樣 差很多 對 就是不能出太大聲音嗎 不能出太大聲音嗎 就常住要看電視嗎 因為老人家比較早睡 對 要小聲一點 要小聲一點 有時候會故意放音樂 然後門鎖 要問門不能鎖 爸爸還跟你講說 放什麼音樂 我知道你在幹嘛 音樂會小聲一點 我要聽 對啦 請問一下 門板上面要掛紅牌嗎 不要掛雨傘 告訴媽媽 有時候會掛個毛巾 我們今天主題是 男人不負責了 可以嗎 的 對 真的 因為有一次我剛好就是 之前我們都自己住 後來有一次我新家的莊王 就跟我當時的女朋友 就搬到我媽媽家住 但是我想說 那個如果搬到媽媽家 至少要假一下 如果我們兩個人的話 什麼樣都沒關係 什麼樣都要演 因為我們也有面 對 我們才有面 因為人家才會說 你這個好媳婦啦 對 以後我們也開心 結果沒想到 我們第一餐而已喔 因為我媽煮飯 她也不煮也是我媽煮 因為我媽很愛煮 煮完以後 然後就放在那邊 然後大家就三個人在對看 然後她也在看 然後就這樣啊 就叫我去耶 然後我說 好歹第一餐你也假一下去洗 洗那些盤子 她說 幹嘛 我在家裡從來不用洗的啊 幹嘛洗 我媽一聽到這個完蛋 然後我說好 不好意思 那我媽也怕尷尬 因為一開始 就說好 沒關係 沒關係 我要收啊 就收洗 然後我當然 我說你不去洗喔 我沒辦法 我就一定要衝進去跟我媽 這樣假裝一下洗一下 但是我媽那時候都還沒生氣 直到後來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在門口外面 沒有 已經切了 已經切了 後來聽到她在看連續劇 笑很大聲 哇塞 就是她一邊在吃水果 一邊看當時八點檔連續劇 哈哈 聽得很笑 所以我媽本來還說沒關係 就一聽到那個笑聲說 這完全就是不像話 就感覺說長輩在洗 我也在洗 然後她一個人在外面吃水果 然後看八點檔那邊笑得很大聲 我媽說你這個 你考慮看看 我感覺可能沒什麼好 這樣的情況應該很少吧 通常三位到男生家做客 應該怎麼樣都會幫忙收一下晚盤吧 這個女生基本上 我覺得就是要給你媽下馬威了 下馬威 她要先訂好那個家裡面的地位 規矩就對了 對對對 租圈啊 今天我如果進這個家門的話 你是要這樣之後 老娘是不會做事情的 對對對 哇塞 要是我有這個狀況 我媽現場就罵我跟那個女生 直接罵啊 對 要是你們家這個狀況 你媽列槍就拿出來了 哈哈 直接受殺 有可能 趕快跑 對啊 呃 我是一比較注重家庭的一個人 哦 笑什麼 不好嗎 很好很好 很好啊 我之前交一個女朋友很黏我 非常黏我 然後她黏我到 比如說她跟她家庭有舉餐啊什麼的 她不會去 她會到她家打給我 然後有一天 我就一直跟她講 你趕快跟他們出去啊 你們要有那個家庭那個感覺 然後她有一個舉餐 媽媽問她要不要出去 她說我不要 我要跟我男朋友聊天 然後後來他們的關係 就開始越來越遠 她跟她媽媽 然後他們就開始吵架 然後她都以為是我害的 所以我就是覺得 女生對家庭沒有責任感 是一個很 不好的東西 大人跟大人之間 還有比較好處理 像我現在自己有小孩 那因為平常大部分 都是我在帶小孩嘛 所以總是 你知道因為其實媽媽 真的很辛苦又要上班 然後回家又很多家事要做 所以當 每次我老公回來的時候 我總是想說 欸你幫我看一下小孩 因為他們現在還太小了 無法放著他一個人獨立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你可能要顧著他 但是呢 總是我每次在廚房 忙著洗碗 或在做一些其他家事的時候 就會聽到說 比如說哭聲 我衝出來的時候 明明就是叫他顧著小孩 他就會躲到書房裡面打電動 對 然後你知道他永遠都... 其實我覺得 男人沒什麼耐心陪小孩玩 他就是只要能夠讓小孩安靜 所以我老公每次放話就是 為他喝酒 不是 他會問他要不要看什麼 親子台啊 因為橋舞之類的 就是卡通影片給他看 他就會冷靜了 就安靜 因為其實像平常我自己在帶 我都是陪他玩一些遊戲類的東西 或玩積木 就是玩具類的 對 你可能就是要陪著他一起玩的 一定要在那邊陪著他 但是呢 所以我很少開電視給小孩看 但是小孩就是 因為他也沒有接觸 但他一旦看了之後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發現 因為他下次會跟我講說 媽媽,我可以看Momo台嗎 就是因為他就說 因為爸爸都會放給我看 所以如果你 你不在家的時候 或者是你老公帶小孩 小朋友是可以看電視的 但如果你帶 你是不讓他們看電視的 其實不太看耶 就是... 因為就是說 所以為什麼我自己現在在家 我很少看一些 比如說綜藝節目 是因為我就不太讓他們看電視 我就是會讓他們玩積木 然後陪他們玩拼圖什麼的 然後呢 還有一次我就是出國工作嘛 然後... 但是那時候就那一陣子 我兒子就是過敏 過敏性鼻炎 所以他就一直流鼻涕 那... 那時候我就有出國的時候 就有交代說 你要一定要按時讓他吃 然後我就在隔兩天回來的時候 我就發現垃圾桶 就是有那個你知道 多多的瓶子 我就問他說 多多是誰喝的 他說 弟弟喝的啊 我就說你不知道他生病了 就是你不可以讓他喝甜的喝冰的啊 他就說他就一直吵著要喝 就男人只會 我覺得男人就是 尤其爸爸這角色 可能只要覺得孩子能夠安靜 就只要能夠安撫他 他其實不太會去想到說 什麼是對他比較好的 什麼是對他比較不好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 每次把小孩子交給他 就是覺得很不放心 男生都是這樣啊 對 要不要想那麼多 因為以前... 以前那個老婆就是他... 以前女朋友就是這樣 他要買包 好好給他買 他要什麼 只要他不要吵就好 對 以前我們對待小孩子 其實就對待女朋友 女朋友一樣 對 我覺得他只要能夠安靜 怎樣就好 安靜不要吵我們就好 對 那你女朋友會不會一直吵 我女朋友 還好 我都把他餵飽 我就要問這個 跳到他想吵 是為什麼啊你 餵包包就對了 你女朋友都吃包包 有嗎 還是買蠟燭比較快 你要做什麼事 才會是對方比較負責的人 我不會隨便許下承諾 因為我覺得如果 許下承諾的話 就要負責 你有許過承諾嗎 不負責了 爸爸叫他要負責了 不是 我覺得有一點 跟他講要負責 有一些基本的他應該要想到 比如說一些紀念日、生日 或者是對方親友的一些生日 這個你一定要做到嘛 對 這個我覺得很重要 譬如說你關心這個女生的話 你會關心她整個家裡的人 她的父母親的生日 這你也會記得 這很重要 愛屋幾乎 對 愛屋幾乎 譬如說她媽媽生日幹嘛 一定要請她們家人去吃飯 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對 要請吃飯 但是重點 你們不會記得我們父母親的生日 對 有時候連你們都不記得 對啊 有時候是你們自己都不記得 我們怎麼會記得 這個我很好奇 你要提醒 對不起 我想要請問八位型男 如果你有交女朋友的話 你會記得對方父母的生日 的情取圈 不會的情取差 這個要老實講 因為我必須老實說 我連我老公的生日 都不太記得 不可能連他爸爸媽媽的生日 我都記得 對啊 這有點... 對 你們都會記得嗎 可能要結婚 我們在狀態什麼時候 杜莉連她那個孕婦的女朋友 遇產期 遇什麼時候她都不知道了 那個跟我什麼事 小兩個耶 對啊 有不是我害的對不對 對啊 我們的狀況是 比如說遇到他父母親生日 然後他就會特別講 一定要對方提醒啊 對 然後就是他有安排聚餐或什麼的 然後我們再帶個禮物 所以你看目前只有阿里跟法比歐 會記得 那很貼心啊 所以法比歐你交女朋友的時候 你會特別記住 他爸爸媽媽的生日嗎 如果是他媽媽的生日 我會送花一生 我會收視力 那我媽媽 教法國人多養 教法國人多養 爸爸跟媽媽都一樣 我們請他們去飯在餐廳 但是是你主動嗎 還是你的女朋友提醒你 你主動 我知道我一定主動 那阿里咧